以下操作说明请试用使用金融市场电子交换中心的机关 如何透过云端公文管理系统创告并发送电子公文 首先进到云端公文管理系统的登录画面 接着输入账号以及密码 按下登录后就可以登录公文系统 登录成功后会进到公文系统的首页 接着就可以进行公文的编辑 首先点选系统右上角的创签创稿 点下后系统会开启新的视窗 并出现公文范本可以选择 我们选择函稿 选择后系统会带出函稿的公文格式 就可以开始进行编辑 首先我们先看到画面的右上角 这边显示的是联络人的资讯 系统会预设带入当前使用账号的联络资讯 如果需要调整 直接在画面上面点选 系统会出现编辑的视窗 就可以开始进行联络人的资料编辑 编辑完成之后 按下确定 系统就会将刚才编辑的联络人资讯带入 接下来看到左下方 这里会看到发文日期以及发文字号 这两个在编辑公文的时候都会是空白的 等到正式发文时 系统会依照实际的发文日期直接带入 并会依照目前公文编辑到的文号 继续往下进行编号 接下来可以依照公文的急迫性选择公文速别 选择完成后就可以开始编辑公文的主值 以及说明在要编辑的地方使用滑鼠点选之后 会看到游标在闪烁 就可以开始进行公文内容的编辑 如果已经在Word上向公文内容编辑好 也可以透过复制贴上的方式 将已经编辑好的内容复制贴上到云端公文系统里面 但在复制贴上的时候要留意 请依照段落一段一段的复制并贴上 且要小心不要复制到Word后方的空白 避免公文格式被破坏 导致无法发文 复制贴上的话 请使用键盘上面的快速键 CTRLC复制后 CTRLV贴上 如需要增加说明的内容段落可在最后一个段落后方 按下Enter系统就会带出新的项目符号 就可以继续做内容的编辑 如果需要调整项目符号 可以透过上方功能的缩排以及图排进行调整 系统就会根据段落相符的项目符号 内容编辑完成后 接着进行发文对象的设定 点选下方的正本与副本 系统就会跳出收文者设定视窗 点选左方的机关搜寻 与上方的搜寻框输入机关的关键字 系统会根据输入的关键字 带出相符合的机关名称 将要发文的对象直接透过滑鼠点询两下 就可以加入右方的收文者列表 只要可以被搜寻到的机关都是可以进行电子交换的单位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跟G2B2C交换中心进行资料同步 加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右方这里去调整 要发送的本别是正本还是副本 那要留意的是电子交换机关名称 这栏千万不可以进行更改 避免系统对应不到正确的交换机关名称而导致无法发文 而收文者名称栏位 可以依照需求进行调整 如果有特别需要指定给某一个部门或是某位收文者 可以在收文者名称这里进行编辑 发文方式都是选择电子交换正本的部分 正本只要有提供附件预设都是含附件 则附本的部分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是否要给予附件 如果需要就不用勾选 需要含附件就打勾 针对常用的使用者 可以透过前方的信号 将常用的收文者加入到我的最爱 之后就可以透过左上角我的最爱 找到常用的机关名称 边群两下就可加入右边的功能列表 除了可以单笔加入之外 如果要发送的时候收文者较多 系统也有提供大批汇入的功能 可以透过资料处理 这边下载格式范本依序填写之后再做汇入 设定完成后 按下确定就会将正副本的收文者代入 设定完要发文的对象后 下方这里会预设 若有设定署名的话 系统会预设代入 若没有的话 这里则会呈现会是空白 电子交换的部分 并不支援图档的格式 所以画面上会用文字的格式去做呈现 内容都编辑完成之后 如果有附件需要跟着公文一起发送出去 可以透过最上方的功能按钮 这里有一个附件的选项 可以加入附件 按下后系统会跳出附件加入的视窗 我们就可以选择档案将附件加入 因交换中心目前大可以提供到的附件的档案为10MB 系统会根据您上传的去计档案的大小 若超过10MB则会不允许上传 如果档案太大 建议可以压缩后再进行上传 附件都上传完成之后按下确定 上传的附件会显示于左方页签 编辑完成之后点选左上方的存档 存档完成之后在右方这里 如果公文不需要再经由主管签合 可以直接进行发文 在右边签合意见栏输入意见 按下觉醒传送 将公文觉醒之后送到发文作业进行发文 按下觉醒传送后 系统会跳出登录取号的视窗 将公文正式进行取号按下存档 系统就会进行取号并完成觉醒的动作 当作业完成后 系统会跳出成功的讯息 这时编辑的视窗也会一并被关闭 接着我们再透过公文办理 进到代办区 找到要发送的公文之后 在列表上勾选起来 点选系统上方功能列的送发文 系统会跳出觉醒规档注记的画面 确认后按下存档 公文就会送至发文作业等待进行发文 接下来点选发文作业的代发文 以下的操作需要有安装金融市场电子交换程式的电脑中进行 这样金融市场电子交换的系统才有办法抓到系统产出的DI交换档 进到代发文的画面后 我们点选需要发文的公文文号进行查看 此时系统会将刚刚编辑的函稿转成要正式发文的函 点选公文文号就可以将公文开启 这边可以进行最后的确认 如果有需要进行修改可以直接在函上面做编辑 编辑完成后按下存档 确认55之后点选系统上方的发文接案 系统就会产生要发文的DI档 因DI档会在背景产生 按下发文接案后 需要一至两分钟的时间才能将档案产出 那如果有多份公文要发的话 可以依序将公文打开 按下发文接案 将公文进行接案 按下执行电子发文后 系统会执行收发小程式 收发小程式会将公文发送到金融交换市场的平台进行发文 若您看到系统画面上显示完成电子发文整合作业 并且呈现成功的笔数及代表公文发送完成 小程式执行完毕之后 金融交换市场平台是开启手动发文的话 需要去金融交换市场平台进行发文 公文才会正式发送出去执行电子交换 发文接案的公文会在代归档 这时我们回到发文作业的代归档 将发文完成的公文勾选起来之后点选按下送归档 将公文送至党管作业进行归档 再到党管作业 将刚送归档的公文进行点收 点收的动作主要是确认党管作业已经收到该份公文 且该份文已经完成归档结案 避免系统进行集合实惠 一直提醒公文尚未归档结案 我们在未点收查询这里 将公文勾选起来点选点收及完成归档 这样就完成创稿 发文以及归档所有的流程就结束了